陈院长12岁是画的 这个呢是16岁的时候啊 右边是张大千的山水 左边呢是一幅荷花花鸟 大家觉得老师小时候画的画画的怎么样 这是16岁的时候的作品啊 这个是什么 是12岁的时候画的这个牵牛花和公鸡 还有一只母鸡 所以大家记住 陈院长学画学了多少年了 20多年了 所以这极像三宝当中 融会的是老师这20年的方法和经验 是我在这20多年当中 我走过的弯路 我找到的捷径 我全部给大家总结起来了 是我这20多年 我自己跟着十多位老师学习 是他们教给我的方法 我又传授给大家 是咱们极像书画院 上千名教职员工 咱们很多老师来自清华美院 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 是他们的智慧 他们的方法 我们全部总结在一起 形成了咱们的极像三宝 所以同学们 大家说咱们极像三宝好不好 觉得好的 把极像三宝 啊极像三宝 这四个字打在聊天区 你就像咱们之前 对吧 咱们曹策同学当时学完之后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原以为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自从进了极像书画院国画班 我惊叹 夕阳无限好 黄昏亦有情 还有像咱们54期的依然同学 他说和极像结缘纯属偶然 对吧 还有两年就退休了 退休后做些什么呢 我一直思考 迎山逛水 那只是偶尔 闲庭问茶 少了点缀 画画吧 他觉得生活那么美丽 干嘛不拿起画笔呢 然后他说呢 极像的出现 让我内心的困扰 一扫而光 听到陈院长第二节课之后 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 从此我知道 无论身处何方 只要兴趣相投 天南地北都是朋友 他最后说了一句话 觉得说的特别好 他说国画让我走进极像 极像让我丰富了生活的色彩 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 大家说这句话 说的好不好 同学们 觉得好的 咱们聊天去打一个好字 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 不用六岁学艺 哪怕今年咱们十六岁了 六十六了 八十六了 你只要跟着老师 用咱们极像三宝 大家记住 只要大家信任陈院长 只要大家拿出信心 七十二节课 我让你们所有人画好大便河山 画好什么呀 咱们的大好河山 画好什么 咱们的花鸟鱼虫 好不好 同学们 所以我想问一问大家 大家能不能够信任陈院长 能不能够拿出信心 如果能 在聊天区 打出信任 信心 打出这四个字 好吧 我的方法 也只交给信任老师的同学 交给有信心的同学 好吗 把信任 信心 四个字 打在聊天区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老师给同学们 教授咱们最后的一个绝招 叫做谈比非学法 来同学们 大家呢 在咱们的 刚才的这个白色 大家不要丢 这个白色不要丢 我接下来教大家一个绝招 谈比非学法 好吧 谈比非学法 而且在这的话呢 我要跟同学们强调一件事 大家记住 咱们明天 我会教大家画一只 非常漂亮的猫 所以说呢 大家你们记住啊 跟着老师学 再难的画 你们都能学会 你像明天 我会教大家画这个猫咪细叠 想学的同学聊天区 打一个想字 明天晚上我教大家 让每一个人都能把它画出来 好不好 每个人都能把它画出来 那么接下来 刚才咱们的这个画面啊 已经基本上都干的差不多了 大家把刚才咱们调的这个白色的颜料拿出来 注意了 在里边啊 咱们再稍微的多加一点水 让它变成牛奶的状况 看 牛奶状 看到没有 这样的一个牛奶状 但是呢 一定记得水不要加多了 然后请同学们再拿出来一只干净的毛笔 再拿一只干净的毛笔 咱们把这个笔上占满颜料 一定要占的相对比较饱满 然后注意了 十字交叉 看到没有 敲击另外一只毛笔 同学们 大家有没有发现 漫天飞雪开始出现了 大家说漂亮不漂亮 所以大家记住了啊 这只笔沾满白色的颜料 再找一个毛笔的笔杆 两只笔十字交叉 这样轻轻的敲击 漫天飞雪怎么样 直接就表现出来了 同学们 大家自己看咱们这幅 梅花飞雪图美不美 同学们 大家方法学会了吗 再讲一遍 首先啊这个颜料调的不能浓不能淡 就是一份颜料加一份水 一份太白加一份水 调完之后啊 用这个毛笔给它全部蘸满 你看蘸得非常饱满啊 但是不要让它往下滴 然后随便再找一只笔啊 然后十字交叉 在这轻轻的扣机 在空白的部分怎么样 撒上咱们这样的雪花 哎同学们一幅漂亮的什么样 漂亮的梅花飞雪 是不是就画出来了 所以我最后想问一下大家 咱们今天这幅作品美不美 同学们觉得美的 聊天区打一个美字 这个方法大家学会了吗 因此很多同学今天第一次看到这幅作品的时候 说老师啊 咱们这么难的作品我能学会吗 现在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还担心自己学不会吗 同学们还担心吗 不用担心 记住跟着陈院长 跟着咱们吉项 用吉项三宝 你们都能学会 学国画就两个障碍 第一个方法不对走弯路 第二个犹豫不决不行动 有了咱们吉项三宝 你跟着陈院长 这两个它都不是事 好吧 然后梅花啊 大家也记住了 到了后面啊 从下周开始呢 我会教大家系统的进行学习 到时候我会教大家画一幅梅花图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幅 这幅梅花大家想不想学 想学的打一个想字 同学们 这幅梅花到时候你们每个人都能画出来 树干是怎么画的 树枝是怎么画的 花瓣是怎么画的 我全部会从头的教大家 好吗 全部会从头的教大家 想不想画 这个咱们后面就会教你们 而且咱们到时候会教大家其他颜色的梅花 你像这种白梅 来想学白梅的同学聊天去打一 再像右边的这个粉色的梅花 想学粉色梅花的聊天去打二 这些都是咱们后面的教学作品 所以同学们记住了 只要你信任陈院长 只要你有信心 72节课 你就能把国画彻底学会 好吧 明天晚上 大家记住了 咱们七点钟 咱们六点四十五老师会打开咱们的频道 然后七点钟咱们正式开讲 教大家画咱们的猫咪细叠 来 大家把猫咪细叠四个字打出来 那么咱们今天的这幅梅花飞雪呢 相信同学们都已经学好了 对吧 记住 这幅画画的好不好不重要 因为今天这幅画咱们只是先找一找手感 先找一找手感 那么咱们今天学了哪些方法呢 简单总结一下 册风枯笔法 梅花五行法 一笔两色法 流流积雪法 弹笔飞雪法 一节课五个方法 大家都学会了吗 学会的聊天去打一个舞 那么咱们这六天记住了啊 梅花飞雪 只是开胃小菜 明天猫咪细叠 后天我教大家每个人都能画出一幅漂亮的桂林山水 第四天 让大家画七彩牡丹 第五天 挂霜葡萄 到了最后一天 让大家画一幅漂亮的西湖荷花 好吧同学们 而且呢 这六天只要大家完整的听课 我会把咱们吉祥国画藏宝阁珍藏的 十二册古今国画名画全集 发给每位同学 今天呢 我先给大家发一份 咱们古今名家百花全集的上册 好吧 明天发下册 然后明天再给大家发动物全集 所以大家记住 今天先发上册 明天发百花的下册和动物的上册 好吗 那么咱们怎么领取今天的奖品呢 第一 大家把你们的作业拍照发到咱们的群里 微信学习群 听到没有 你说老师我画的不好 画的不好没关系 哪怕你就画了一条线 你把它拍照发群里 你都能拿到奖品 第二点 在群里面写一句听课感悟 比如说你说 吉祥三宝真好 比如你觉得陈梦院长讲的很好 都行 写一句感悟 然后第三 找到群里边班主任老师的个人微信 让他把奖品发给你 好吗 同学们 大家能不能听明白 所以说大家现在可以去咱们的微信群领奖了 记住 先把作业拍照发群里 画的好不好都没关系 画的越丑越要发 为什么呀 你今天先记一下自己画的第一幅画 有多么不好看 然后你跟着老师把这一周学完 你再对比一下最后一天的作品 你会发现你有非常明显的进步 好吧 然后第二个 记得写上一句感悟 比如说写吉祥三宝真好 比如说写陈院长讲的很不错 都行 然后第三个呢 找到咱们的班主任老师 班主任老师就是微信群里的那个群主 他上面写着吉祥 好吧 就是平常给你发上课链接的那个班主任 找他领取奖品 大家听明白了吗 所以说呢 最后啊 再次欢迎同学们来到咱们吉祥书画院 吉祥是什么意思呢 吉就是美好触手可及 象就是小课包罗万象 希望大家跟着老师 在这六天当中 打咱们的国画入门学好 好吗 明天晚上能不能准时听课 能够的同学打出准时听课四个字 明天晚上记住6点45开课 6点45开课 咱们明天教大家画一幅非常漂亮的猫咪细节 来同学们 能够准时听课的 打出准时听课四个字 好了 那么大家现在抓紧去咱们的微信群领奖吧 同学们 抓紧领奖 辛苦大家了 好吧 明天晚上 咱们6点45分不见不散 明天给大家准备了古今名画动物拳集 从古至今名家画的可爱的鸟 可爱的动物 威武的狮子老虎都在里边 所以说只要明天能够准时听课 忍受一份 好吧 同学们 好了 那咱们今天课程就到这 美好处处可及 小课包个万象 希望同学们在咱们吉项 能够把国画学得开心 学得快乐 学得好 好吗 那么希望大家也认准咱们祥云大象标志 有祥云大象的才是咱们吉项的正版课程 好了 今天课程就到这 大家现在赶紧去微信群领讲 好吧 同学们 明天晚上6点45分不见不散 明天我要教大家几个看家本领 怎么把这个猫咪细叠给它画出来 好了 同学们 今天课程咱们就到这 同学们再见 大家现在赶紧去 去到咱们的这个微信群 赶紧的去领取咱们今天的奖品 同学们再见 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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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